我们在解放台湾时,如果日本胆敢武力干预,哪怕出动一兵一卒,一击一剑作战力量,我们不是对等还击,而是对日本全面开战,首战用核弹,连续用核弹,直到日本第二次宣布无条件投降。 我们打击的是日本的战争承受力,只要日本认识到承受不起战争的代价,就不敢贸然出兵台海。 我国在1964年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时,对全世界承诺,不对非核国家使用原子弹,不首先使用原子弹,尽管时间过去了近60年,我国的核威慑强度也受到一些影响,但这一决策依然是成功的,保障了我国的和平建设。 现在国际形势大变,我国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中,一切政略、战略和策略都要在大变局中做出调整和改变,为了保障我国的和平崛起,有必要对核政策做有限的调整。 我们郑重提出,日本例外论,日本在近现代以来多次主动伤害中国人民,1894到1895年甲午战争,割走台湾,赔款2.3亿多两白银,1931年至1945年侵华战争,中国伤亡3500多万人。 日本对中国丧尽天良的暴行,至今没有一个认真的认罪态度。 如果日本第三次对中国开战,中国人民要心仇旧恨,意其暴。 日本是世界上唯一爱过原子弹的国家,上至政府,下至民间对原子弹记忆深刻,对使用原子弹的美国俯首贴耳,正是因为日本有这样独特的感受,对日本的核威慑将事半功倍。 我们把日本单独排除在对世界不使用和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承诺之外,是一个例外,以此严正警告日本和告知世界各国,一旦日本均是干涉我国的国内事务,包括大陆统一台湾,必将对日本使用核武器并连续使用核武器,直到无条件投降。 其间没有和平谈判,届时将收回钓鱼岛、琉球群岛,或收回管理,或使其独立。